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平统一的前景 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绝大多数台湾民意 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而这也是台湾公司 我们愿意坐下来谈 但作为民主国家 凡是涉及两岸间的政治协商谈判 都必须经过台湾人民的授权与监督 并且经由两岸的政府 以政府对政府的模式来进行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总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